那后面还可以replace 那后面我们就不太看了 不再去看它了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简略的介绍 那基本上重要都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Regular Repash 会用到的 最常用到的Pederman 你用这些工具已经可以做到 做到五成以上 应该说八成以上 你用到这些你用到八成以上 但是要活用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变化 你还可以做这个 要看看别人的程式 那这个基本上 会最常用到的 大概在这个例子里面就已经用到了 好 那 那这个是你要找里面的特别的alpha 刚刚我们前面有看 如果是这里是要出现这个文字的话 就是alpha 要出现这个digit的话也可以 alpha numerical文字数字 东东出现了都可以 要出现空白 那这些你都可以用了 要一定要小写要大写 都可以做你想要的描述 都可以用在这里做到 那这个是Regular Expression 所以我们Regular Expression 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那在今天结束之前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最后一个了 就form processing 跟 business logic 那这个东西 对后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一些form的处理 我们在前面HMO file的例子 或者在这个 JQuery的例子 它可以在前面在前端 用JavaScript做一些做一些判断 或给一些回应给使用者 但是基本上使用者输入的东西 Eventory最后都是要送到哪里 到后端 因为我们还要连到资料库在储存 所以后端的这一个 呃 逻辑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 使用者跟 跟后端的联络呢 大概都是透过HMO的form 对吧 它跟当然就JavaScript 当然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都是透过这个表单 所以表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form processing 最常用的在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一些 呃 这个我们所谓的webserver的一些语法 我前面把资料 我使用者输入一个资料送到后端去 那这个使用者输入的资料在你后端 一定是一个变数嘛 所以有变数的值 那透过什么送呢 透过HP的request来送到后端去 对 我一个浏览器送HP的request送过去 那送过去的时候呢 它怎么送 有get跟post的两种方法 对 我们在谈HP的一开始就是说 我送从前端送到后端的时候呢 有get跟post的两种方法来送 那送出去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我们常常叫 super global array 那这个用PHP里面送出去的 那个super global array呢 它是用associated array的这个方式 来送出去 然后那这些array 那变数放在哪里呢 两个特别的 $这个变数 底线 get $底线 post 那 然后我们在那个phone里面呢 就用measure等于post 或measure等于get 把它送出去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HML的时候 以前建一个表单 那上面都可能会有一个measure等于post measure等于 等于这个 等于get 然后送到后端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get跟post的不同在哪里 get送出去的时候呢 它就在那URL网址后面 有很多这个问号啊 这个m%啊 带有一个变数名称 一个变数值 在网址后面 你就看到那个网址 送出去回以后 还是在那网址 网址好长的一段网址 那是get方法送出去的 post方法送出去是怎么样呢 在hprequest后面的那个entitybody 在那个header下面 那一块有变数名称 变数的值 name value pair 这样送到伺服器端 那它从网址上面看不见 所以get跟post有这个差别 但是不管是get或post来送 如果没有加密的话呢 通通我用wireshark 我通通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抓到 所以基本上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加密 那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先不谈这个加密的那个部分的话 那就是有get跟post两种东西送出去 但是其实还有 还有一些呢 我们下礼拜会谈 像cookie 比如说在hml5里面 我们今天考试也有 用web storage来做 可是传统的web呢 是用cookie来做 那cookie 也会送到伺服器端 也会从伺服器端再写过来 所以它用它的双向的传输 所以这个 还有cookie它也是一个shubble global的array get这个 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用 看看例子 这一个例子的话 一开始是一个form.hml 这是一个form啦 这个决定是 我们这有两个程式 一个是hml 这个是丢到使用者端的 另外还有一个程式呢 是form.php 其实这个可以写在一个程式里面 写在一个档案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 现在简化 我们变成两个 大部分时候我们把它写在一个了 写在一个更复杂一点 这边我们尽量讲 就是说使用者一开始是做hml 它把form填好了以后送到伺服器端 我们用form.hg来做 所以我们先看 先看这一个 这个会长成什么样 先看这个最后的那个是一个注册 注册的表单啦 一个注册表单里面当然会有 有一些这些东西 一个注册单 里面要他注册这个 使用者的这个有个下拉啦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phone number 这些东西 然后呢publication 就是你 这个是要 就是等于我跟书店买书了以后呢 我要注册我已经买了这本书了 那你是买哪一本书呢 它有一个下拉表的一个选项 那然后 然后你是用什么作业系统的 这边一些button让你选一个 最后呢按这个注册 所以他基本上 那这个 所以这个 一开始这个网页完全是pure html 那我们看 所以这个网页没有什么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它有head 有些style 然后呢有一个form 但比较要注意到是这里 measure等于post action等于form.php 这边这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以前 有的时候没有写这个action 只有自己javascript处理 那现在呢measure等于post 就表示说等一下 使用者输进去的那些变数呢 它会放在hp的request 那个body里面 送到后面apache server 或其他什么server 由 那边我也写好的fork.ph 来 来 来处理那些送过去的那个 那但是现在呢 它是先 它run的时候 它是先run 先把这个 一个传统的网页抓过来 然后 所以 所以这边 那在网页里面呢 它有一些image 然后一些这个 那我们就比较注意到就是 它其实这些都有变数了 就你给的first name呢 它的 就是你的input 使用者会 这几个input type 几个文字的输入 对 使用者输入的那个 使用者输入这个mary john 等等 它的first 出入 出到后面去的时候呢 就是 我伺服器在那边抓到的 fnm 就是使用者可能输入的mary 或是 last name 就是使用者输入的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superglobal array 就送到后端去 其实 我就程式的角度来看 是这个样的 其实它是包装在hp request 的那个post的那个 那个body里面 名称 跟这个 变数名称跟变数的值 送到后端去 那 那其他的也都一样 其他的 你的选项也可以 像我们这些选 选 选择这个first name last name 这边选 这image 这边是image 那还有 你可以选book name book name 有一些option 你这边选择drop down的list 一个drop down的list 你要选一本书 那book里面 就会选到其中的一个 那book的变数 就等于其中一个书名 那同样的 这边是个radio 那使用者会check一个 那check 那这个变数的名称 叫做os 那os这里面呢 就可能会等于使用者 刚才check过的一个 name 都是os 那os可能会等于 window vista 可能会等于mac os 等于这个 所以 每一个变数 它可能都有一个值 送到伺服器端去 所以这个网页 就做这件事情 那下面一个程式呢 就做什么 下面这个程式 就是php程式 那这个程式就是说 我接收到 我接收到 我接收到这个 使用者那个foam以后 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做的事情 其实不太多了 这做事情还很简单 那这个 使用者接收到了以后呢 这用regular expression的话呢 就是 就有碰到一个 这 我们在这个后端 是用这边它后端 有这个例子 电话号码 格式打错了 你打这个 1234567890 你的格式是 它电话号码错在哪里 555 那是对啊 它电话号码为什么会错 还是我贴错 这电话号码看起来格式对了 那我们给它看程式好了 它这个电话号码错了 这格式 这个电话号码格式 我们在server端 会用regular expression来 这字很小 没有关系 它基本上这个 这个后端的php程式 会check电话号码的格式 对不对 那等下我们看它程式怎么写 怎么处理这些data 那如果说OK 都对的话呢 它就会回应一些了 回应的这个 hi first name 然后呢 你已经加到这一个什么 这一 你买 你选购那本书里面的 made list 加进去了 那然后 你下这些东西呢 已经被存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你的电话号码 还有你用的这个作业 作业系统 这个已经被存下去了 就是 所以这个程式做什么 所以这个程式就把它 就check一下使用者的那个 传过来的这些资料 然后呢 判断也没有错误 然后把它资料 然后简单的回应一下 但回应我们其实 可以回应更fancy 更多的网页 所以再回应过去 但现在当然是很简单的一个PHP程式 那 格式的部分我们就不看了 但它有一些 它定义了一些CSS class error的时候 不同的颜色啊 name email phone 这个背景颜色 有做一些好 OS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它做一些像 像我刚才 后面看出来的这些颜色 都不太一样嘛 这些 它都有加颜色 变蓝色等等 所以它 它这个 回应的时候 加一些这个颜色 背景 那个 我们就不去 不去管它了 这个style的部分 我们就 就假设它做的很美丽 那 那然后 问题是 我们现在比较关系的是 它刚刚 我从使用者打进来那些东西 从post 从hprequest 送到我这个 这个server来的时候呢 那我 我程式是怎么处理的 语法是怎么写的 其实就是用一个etract 用etract 这一个post 刚刚那些 所有变数 还有它的词 已经摆在一个 变数名称里面了 就是post 就是 在hprequest 就是post 早期我们要做 比较麻烦 早期我们做CGI的时候 这些东西 我们就必须要 request整个 整个拿来 我们要做自串处理 自串处理 它就放到变数 那个比较啰嗦 那现在它 为什么会有ASP JSP PHPD 这些东西出来 有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呢 它就直接帮我们 放到个阵链里面去 我们就简单很多了 早期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 等一下就要去 处理那些 自串 处理那些 分隔变数 把一些 变成一个阵列 然后再 要做很多那种 housekeeping的 那个工作 现在不用了 那 那现在 我们拿出来以后呢 拿出来以后代表什么 代表 好 刚才我们自己写的 但实际上 HML也是我们自己写的 现在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自己写的 我们只是写两个档案 摆在我们伺服器的 使用者先拿那个过去 可是我们在HML里面 已经定义了 电话号码 到了phone 就是刚刚 HML里面 其实 使用者输入了电话号码 在 在 在这里 使用者已经输入电话号码 在HML里面 我们定义成phone 对不对 phone这个 使用者打进去的 那使用者打进去 到我们在后段 PHP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收到的时候 它已经叫$phone 那我们就把 我们收到的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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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刚刚使用者 我们这个 这个 Response 回来的那个 表单里面那些 变数名称 变数名称 都已经抓出来了 那我们 $3phone 这个东西已经在了 就做一个 Regular expression比对 格式对不对 我们的电话号码 格式应该是这个样子 开始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 这是开始 这是结束吗 开始是从这个0到9 有三个 这个大括号是代表 重复三次 就是一开始是数字 区域码了 这个一开始有括号 括号 一个括号 然后0到9出现三次 区域码三次 然后呢0到9 再出现三次 然后一个横线 0到9出现四次 然后结束 这个是它要求 Regular expression check 你输入给我的电话号码 要一个小括号 然后三个数字 再小括号结束 然后再三个数字 再一个横线 再四个数字 基本上 这个Regular expression就是 你在 你在 我要求你 使用者输入的格式 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格式 也可以在clined and check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 是后端 check 那所以 你电话号码 是不是符合这个格式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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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就thank you就再见了 这个 那就是这个thank you 把这个print出来 把这个HML 最中间的一段 Aromash print出来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带 这个 带的时候 最后把body 因为注意到 因为最后 输出了这个东西 我前面有paragraph 有什么 那最后一定还要body HML 你要帮他把那个 最后那个HML 最后的网页的最后结束是HML 我把它给 给这个 加进去 把这个 所以这个最后的带 后面来 还有把这些东西把它append到后面去 然后HML就结束了 那 那这是 如果使用者的电话号码输入不对 那如果使用者的电话号码输入是对的话呢 对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hi 就仍然是产生 我们就用PHP的程式 就那些 那些变数都已经到我这里了